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 YouTube Channel 時間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朋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次就關我這位哥哥 這位哥哥叫Miles Kuo 因為他香港身份證是用Candonese spelling的 什麼人呢?被稱為全球反共第一人 亦是新中國聯邦的創辦人 新中國聯邦是什麼呢? 是一個維基百科定義相 是一個網絡世界的虛擬國家 事實上也是,真是沒錯 亦是爆料革命的系法動人 Miles Kuo就是郭文貴 名叫郭浩雲 亦都被稱為七哥 因為他在家中排佬七 是不是很七呢? 也挺七的 想不到現在 因為之前他有很多美歌 又有什麼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即是推翻共產黨 成為了搖滾之聲 我覺得 賣榜吧 勇魂之聲 別人的iTrump串流下載冠軍 其實我覺得 賣榜吧 記得之前很多黃媒、陸媒、西媒都被炒了 覺得他說的事 結果他現在證實了 他只是通過反共 是騙錢而已 騙錢而已 當然 他真的跟他的好兄弟 班農 會否肉中相見 有機會 但班農應該沒有他那麼嚴重 當然 Miles Kuo 說真的 班農 坐員最多留在美國 但是郭文貴 之前說他是申請庇護身份 但美國政府否認了他 他還未能得到 We have a G 的身份 還未是真正的 是庇護者 他自稱有11個國家的國籍 有亞聯友、雅魯雅圖 等等 但是這個是不是真的 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不是真的 沒有人知道 我相信 阿貴 他最後要坐多久 未知 不過 我們看看最新的判決 原來這位流亡的 紅頂商人 引好 郭文貴 就遭到美國法院裁定 串謀詐騙 勒索 還有電訊詐騙 等等 九項罪名成立 可能 不用擔心 你真是在美國過餘生 因為他有機會 面臨幾十年的監禁 辯護律師就說 其實郭文貴 的行為只是為了兩個字 就是反共 為什麼不體諒一下他 為什麼要體諒你 這真是好笑 當然郭文貴之前不是唱 蒼海一聲笑 現在就行了 撐一下意上笑 鑑蒼一聲笑 不是蒼海 是蒼內一聲笑 蒼內一聲笑 蒼 蒼內一聲笑 溫貴 作辣了 文貴作辣了 這個都意料之內 原來 檢察官 就是否定任何為郭文貴開脫的這種說法 包括反共的傻乎氣 最搞笑在場外也很精彩 場外是爆發了衝突的 大家記得 其實有些被他騙過錢的人 就跟他的支持者在場外動手動腳 是動手的 錢是這樣的 場外 支持和反對郭文貴的兩派人馬也發生衝突 其實這兩派人馬 包括反對他的為何被他騙了錢 其實都是反共人士 當然 郭文貴有很多東西 有什麼珠幣 喜馬拉雅幣 亦搞一些 衣服 其實是買衣服 買衣服也說習近平會偷他的設計的設計 質料說他會撻 不便宜 一件衣服幾百美金 誰 是否真的人買 他就說是 我不知道 當他買的話 我都覺得你需要驗一下腦 經過兩個幾月的審判 美國曼哈頓 陪審團終於 一致裁定 郭文貴犯有 村謀詐騙勒索 以及 多種證券欺詐 電匯欺詐 洗錢罪行 最初 不用擔心 他 最初是12項罪名 有9項 是被認定有罪 可能 要面臨20多年的有期徒刑 這位法官 叫做Toris 托利斯 9項罪成是罪成了 量刑什麼時候 11月19日 與其 郭文貴 會對裁決結果提出上訴 曼哈頓聯邦警察官就說 郭文貴在18年到2023年期間 在社交媒體上有很多followers 和他一起參與 一系列投資 和加密貨幣 他就自稱 他會說 他會被賠償 連銀行補給錢 是不會賠錢的 直接給錢 等於 他說不賠錢 就是說不會損失 你也可以說不損失 因為直接給了他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投資 他自己花了 所以他這樣說 要賠償 歪理地賠償 都是可以賠償的 不過當然不可以 籌集了10億美金 也挺厲害的 說真的 10億 不是說錯話 被郭文貴 罵他 說中共逃出來的傷人 每個人都不乾淨 結果 就麻煩了 被郭文貴譴責他 郭文貴也說 其中一部分計劃所獲得的資金 就是用來推翻共產黨 你什麼都說反共 不過 檢察官說 那些 冒雜而來的資金 全部 都不是用來反共 不是呀 我覺得有 他網上說 拿口說 拿口說 很難計算 用了多少錢 我喝你說 是啊 你有沒有什麼量化數據 有 王岐山退了一圍 他舊中就退休了 購買車資品 包括一棟位於在新澤西 的豪宅 一架紅色的林寶堅尼 靚車 最多說的就是一架 應該一手 游艇 就是他和班農 在上面 抽住薛家大聲地宣稱 新中國聯邦成立 共產黨你糟糕了 但是幾年之後 好像 你糟糕了 你說的習 必然會滅亡 習就沒有滅亡 習近平沒有滅亡 許程 就說有18張 這個是 VCD 當然 他就說自己看了一些 這樣說 後來放出一些照片出來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相信他 檢察官就說 郭文貴籌來的錢 其實都是自己花的 其實在聽取陪審團宣判時 神情致約 受審期間 墮辭 向旁聽席的支持者 合十 是 致敬 致意 因為他很喜歡 扮得好像神神佛佛 古古怪怪的 你知道他 這些幾天經常說到 有些神怪力量支持他 那當然沒有 七哥 不是要蹲 他可以說 好像楊岳橋那樣說 是 關不住他靈魂的出竅 那他沒有求情 撐你你也對 他不求情他上訴 檢察官 Daymond Williams 威廉斯 他就說 郭文貴 那麼多的支持者 起碼幾千名 支持者受害者 郭文貴因為這樣 過上了非常 放縱的生活 錢可以亂花 威廉斯就說 郭文貴一連串的詐騙句 都是為了騙取他忠實粉絲的血汗錢 希望 自己住得舒舒服 他在五萬平方呎的 豪宅裏面 過相當兩例的日子 另外 他的一位律師就說 新宅西豪宅 和 林寶堅尼 都不是郭文貴的私有財產 他說 是供給那些支持者使用的豪華會所的設施 你有沒有給支持者去住啊 頂你 傻的 那麼 之前郭文貴的辯護律師就說 他是一名狂熱的異見人士 通過懸父 是展現出對共產黨的政治批評 懸父等於反共 頂你 唉 邏輯是什麼呢 就是說懸父要擊死共產黨 這樣啊 並且表示 陪審團不應該 好像檢察官那樣 那麼招急作出判決 他的律師也說 郭文貴 他不關心錢的 那你就不用籌錢 他關心的 就是反共這場偉大的運動 檢察官 就向陪審團說 郭文貴辯護律師說 他關心的是反共的運動 可能是對的 但是 他關心的理由之一 就是 他的私人 存錢的豬仔錢鞏 就來自反共人士 雖然如此 檢方仍然是否定任何為郭文貴 是犯罪行為開脫的說法 今次檢方 因為 看到涉及聯邦重罪 遭到定罪的紀錄 最終有可能導致他在美國的申請庇護失敗 我覺得很快他就 最後拒絕回去 就像發了一場夢 懶惰 郭文貴曾經被視為中國最有錢的商人者 不是 西媒說得太誇張 他沒有那麼厲害 跟頂級的差很遠 是不是有錢呢 十幾二十億美金應該他有 但是你說跟 馬雲伯伯伯 那些比 都不是一個級數 14年 因為他高調地揭露多名中國權貴揭露家的引號 涉及貪腐的醜聞 更加被 他就說因為我揭露他們 所以就被他們露屈 說我霸陽王硬上攻 貴露 郭文貴 亦都說 我 全部對我的指控 都是紫虛烏有的 都是老共 搞我才這樣搞 17年他就流亡美國 2023年美國司法部 宣佈起訴郭文貴 並且在紐約拘捕了他 之後 他就被關押在紐約市 布魯克林一所聯邦拘留中心 法官認為 郭文貴存在潛逃的風險 所以不讓他保釋是正確的 這個不讓他保釋是正確的 當然 那麼多的重罪都判他成立 我肯定是錯的 究竟多少年就不知道 其實之前澳洲 也是做了一個專題 其實他在澳洲也有很多支持者 最搞笑有一個支持者 幸好澳洲的銀行系統說 你這個錢我不讓你記得 那個是詐騙帳號 其實郭文貴就是出生在 中國山東的小縣城 他就是讀過小學 而且入過獄 做過家私地產和投資生意 他曾經 排過胡潤百富榜 當是中國排74位 但郭文貴的經歷並非 是一部走向成功的勵志電影 其實他的公司經歷了一場混亂的股權糾紛 當然有些人說他是跟當地的顏色社會勾結 當然是 之後他就逃往美國 亦都做了所謂爆料革命 這個好笑是跟班農在那隻遊艇上 他就說你死定了共產黨 習近平你等著滅亡 好像習近平還沒滅亡 你們就好像已經 坐的坐了 剩下一個叫 郭海東 剩下郭海東 郭海東也說的 每天都開過YouTube 現在郭海東就住在西班牙 住在西班牙 看看作為這個爆料革命的一部份 郭文貴在YouTube上 顯示他奢華的生活方式 他就一邊講述中共高層的政治黑魔 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和合作的夥伴 之前很多皇台是拿他的資料來做節目 當是正宗的reference 當然是不可以 當然他的合作夥伴最出名就是好兄弟班農 因為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顧問 之後更加開創了新中國聯邦 並且推過 喜馬拉雅幣 即是虛擬貨幣 以及GTV媒體 籌集是股權的資金 賺取大量資金 而新中國聯邦的分支機構 亦都擴展到澳洲和新西蘭多個國家 現在 他當然等著8月15 等著8月15日 可以唱歌給囚友聽 讓他們聽 你在唱中文嗎 你在唱中文嗎 No It's English 因為之前班農應該也是有稿 因為聽他說話 要忍受忍得很辛苦 真的忍受忍得很辛苦 看回整份起訴書 金額涉及10億美金 除了向投資者承諾 只要投資他的GTV 以及喜馬拉雅農場 以及喜馬拉雅交易所 有點像JPASS那些 就會 有額外回報 之外更加 這個投資 是可以反共 所以大家覺得 又賺錢又反共 何樂而不為 當然郭文貴是利用一些 民運人士對他的支持 郭文貴的確曾經是億萬富翁 這一點 其實 亦都令到他和其他民運人士分開 因為郭文貴之前有錢的民運人士多數 所以民運人士多數 是新手 借你全身 幾乎 所有民運人士都是因為 他們說 郭文貴反對共產黨當中獲罪的 坐了十多二十年 出來之後找不到工作 搞到要流亡 但是郭文貴 始終是和一些貪官 合作過 當然貪官 最後來是你糟糕 郭文貴知不知 他們兩個藏箭 都三萬六千元美金 這傢伙 這傢伙 因為他要比 共產黨 其實共產黨你糟糕那麼多 總之犯法 覺得我有錢 說真的 你真是和 中國的頂級富豪比差很遠 郭文貴 現象帶來了一大影響 就是令到海外民運人士和華人社區 崩峰離息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被海外華人社區 尤其是被美國華人社區帶來了巨大衝擊 導致人與人之間分裂不信任 對於很多關心中國 命運前途和政治人來說 是個巨大悲哀 原來那些反共人士都是借我們 反共的心去騙錢 當然 突然之間郭文貴就被捕了 反共的招牌 可能有時候 並不是沃森符 那些人都很蠢 只會說反共 什麼都肯 我認識有些黃友 你叫你什麼人 總之 他黃什麼我都支持 你叫你什麼人 那這些就容易騙蠢 不要緊 始終有一天你都會想不到 想不到的時候 說他 你已經是 蝕水 或者被人騙了某些重要的東西 當然 班農和郭文貴 這對活寶貝 真的可以是相見 當然不一定是 同一個監獄 不過 都叫做 大家都是美國司法系統瓦的囚友 很可以說 阿貴應該嚴重 因為他金額很大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再見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